这个枝儿到底会去哪儿呢 枝儿是太子身边的人 我要是去找太子的话 肯定能找到线索吧 太子殿下 你也在这儿啊 奉死 你什么身份 殿下是你教的吗 本王真要回宫 你也早点回去吧 我听说最近宫中发生了不少事 太子殿下的心情肯定不好 所以呢 我就来传授你几招毕生绝学 你肯定会开心 什么绝学 我这里呀有一套天天开心服 我给你看一下吧 你才是乌龟的 随天那是乌龟 我 好了 你太让衣裳上筋了 你看 你是不是笑了 我告诉你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要大口吃鱼大口吃哦 难得本姑娘今天有空 要不我就勉为其难的 陪你吃顿饭吧 只不过我没有钱 你得请我 放肆你什么身份 让殿下请你吃饭 我也正好想找人陪我聊聊天 我们走吧 好 走吧 来 来 陛下 如果真的中毒的话 这根银针应该是青黑色的 难道并非中毒而亡 这么多人一起暴毕 难道真的是因为女鬼 谁是准备多人的 你问我有几位 这根也就是 我把这根银针针赶 我帮你忽然 有一根银针针针针针针针 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大人 你还让我去那可怕的地方啊 金吾卫 这几位都是随太子殿下 外出征战的侍卫队 也难怪太子殿下如此生气 再调查一下 看看太子带着金吾卫 都去过什么地方 是 能够在皇宫里轻而易举地 杀死这么多侍卫 恐怕最大的嫌疑人还是汁儿 对了 那如小兰回来了吗 我还没想到这几位是 是 这几位是 我们的东西 能够在哪里 是 有一个在那里 。。。 那你可曾见他身上带有一颗五色石 行了 本王现在不想提他 要不是当时我亲信于他 我的兄弟们也不会横死在宫中 童谣 殿下 我这里有一个符 送给你 他能保你平安 此物有用 有用啊 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绝对管用 秦大人 秦大人墓也进去 秦大人 秦大人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你来干什么 太子殿下驾临酒馆 已是传遍礼方 微臣为了太子殿下的自身安全 还请太子殿下速速返回东宫 怎么 什么时候本王去哪里 要跟大理寺报备了 启禀太子殿下 近日来东宫内接连发生数级命案 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危 是大理寺的职责所在 你 恕微臣冒犯 住手 太子殿下 此女乃是我的下属 一壶职守 有独职之险 我现在要将她带回大理寺 加以承接 慢着 本王正需要一名宫女 看她不错 决定即刻召进宫 太子殿下 此女乃是我大理寺的一名重要医官 如果太子殿下喜欢的话 需要先向皇上请示 若是皇上同意了 微臣会亲自将她送到太子府上 但在那之前 您不能将她带走 殿下 我看你心情好多了 要不 我就先回大理寺干活了 嗯 微臣告辞 请莫言